第1023集 真的不用这么客气的 叶浩轩笑了笑 不 这是我们的规矩 男人认真地说 我是惠惠的父亲 欢迎你们 谢谢 叶浩轩点点头 他看着男人的病情 可能已经拖上好一段时间了 虽然不是太严重 但是如果不经过治疗 这么拖下去绝对不会容易好的 说话间 惠惠的母亲 已经戴上了一个褐色的瓷瓶 打开瓷瓶以后 一阵酒香扑鼻而来 这是村民们自酿的花酒 而且一般用来招待客人的酒 都有些年头了 酒香十分的浓 而且喝在嘴里 一点也不割喉 是难得的好酒 一连干了几大半 然后男人 请叶浩轩坐下 他转身就要离去 你的病啊 时间不短了吧 叶浩轩皱了皱眉头 因为他看出来了 男人的病已经拖得太久了 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 会更加的严重 这个地方与其他的地方可不一样 因为这个村子几乎是与世隔绝的 一家人的生计全靠一个男人 平时种种田 然后浓闲的时候 去山上打打猎 女人在家则是缝缝补补 标准的男耕女之的生活 如果说这个男人的身体真的垮了 那以后的话 这个家庭将会很艰难 这个 没关系的 我们已经有巫尊了 等过几天 巫尊传承了上任巫女的血脉 继承远古大巫之血 我们都会好起来的 男人愣了愣 随即笑道 你的病不能再拖了 剧烈二月还有一段时间 别到时候你连这个仪式都参加不了 原心站起来道 他是一名医生 他的医术很好 让他帮你看看吧 那 好吧 谢谢你了 真的是麻烦你了 夫妇两人连忙道谢 你这种情况是属于 风热洗表症 当然 这是用中医的说法来说的 症状的主要原因就是 热洗饭表 胃气被浴 所以 发热恶寒 你是不是一直反复的发热 微恶风寒 然后帮有头痛 口干 叶好玄问道 是的 最近就是这种症状 男人连连的点头道 并不严重 但是如果继续拖下去的话 就会拖成大病的 症的话也不难 新凉截表 采取银鞘 竹叶 熬睡喝了 我再为你用针灸治疗 这一般情况下半天就会好了 叶好玄一边说着 一边取出了金针 开始 为男人针灸 片刻以后 叶好玄收回了金针 男人只感觉到精神一震 他稍稍地活动了一下身子 惊奇地说 我感觉好多了 真的好多了呀 药还是要喝的 你们这里没有苗衣吗 叶好玄问 以前有 水仙乌尊是苗衣 他的年纪虽然大 但是医术高超 可是去年他得了一场大病 他把乌女之味传给了他的徒弟新语 然后师徒两人似乎是 有什么事情下山了 可谁又想得到啊 他们两人的本命烛火熄灭了 在巫族 每一个巫 都有自己独特的本命烛火 如果本命烛火一旦熄灭 那就代表着 这个巫遭遇了不测 新语的本命烛火一熄灭 就代表着前任与新任的巫 都死了 这在当地可是引起了一段时间的恐慌啊 因为巫道传承是以血脉相传的 如果巫死了没有指定的新的人选 那么就不能以血脉相承 巫道的传承就会断的 而村子的存在 就是延续了远古大巫最后的一点香火 香火断了 村子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不过好在 原新的出现 缓解了这些人心中的恐慌 他们这才发现 原来大巫从来都没有放弃过他们 他们这才松了一口气 我们村子里很少有人生病的 哪怕就是有 一般情况下去祖地那里杀猪祭祀 第二天都会没事的 可是就从半年前 生病的人似乎多了起来 平时身体再好的人 也会时不时的得得伤寒 而且再怎么祭祀也没有用 卉卉的妈妈叹了一口气道 你们村子里以前很少有人生病吗 叶浩轩已经为他诊酒完毕了 是的 基本上是没有的 两人点点头道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病人陆续多了起来 叶浩轩摸了一下男人的脉 他感觉到男人的脉相比较弱 这是体弱的表现 大概是半年前吧 这半年来 好几个八十岁的老人陆续过世了 也有人患上了不治之症 要知道 在我们村子里 一般最低的年龄也是八十五岁的 从来没有低于八十五岁的老人过世 卉卉的妈妈道 你们觉得这之间有什么关系 叶浩轩问 我们初始以为是大巫已经抛弃了我们 可是前几天 那群奇奇怪怪的人来找到了村长 之后他们在村子里住了下来 村长向我们解释 我们之所以多病 那是因为足地的后方 有一种特殊的矿石 会散发出一种特殊的物质 这种物质 对我们的人体有害 所以村民们 才会允许那些人 在我们足地的后面检查 如果不是这个原因 他们是不可能进入到我们的足地的 女人道 好的 我了解了 叶浩轩点点头 梁云生来这里的目的 他已经大致地了解了 这家伙应该是误以为这附近 有什么能让人长生的东西 所以他才不停地在那个地方检查 妄图从那个地方找出点什么来 不过村子里的人身体不好 却是从半年前开始的 来这里的时候 叶浩轩已经把附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了 这个地方简直就是百年难得一见的风水宝地 而且这种风水宝地是对人体有益的 再加上这个地方灵气充足 村民们所食用的都是自共自给 这里的饮食不存在化学品一类的东西 这种生活的方式在华夏 恐怕是最健康的生活方式了吧 而且这山上的山泉 灵气十足 这种山泉从山间而来 途经之地也不知道有什么天才地宝 所以这才是这村里面人长寿的秘诀 只是叶浩轩有些弄不清楚 到底是哪方面出了问题 导致村民们的身体有了变化 我感觉好多了 远方的客人 我今天一定要陪你多喝几杯 男人的精神一震 他现在感觉身体已经好了 那既然好了 那就没有理由不陪客人多喝几杯 有没有找到 有没有找到 在帐篷里 却是另外一幅场景 梁云生一诗电视屏幕上 那副养生大师的慈眉善目的形象 他在室内来来回回地走动着 一边走他一边沉声喝道 我们在这里驻扎了一个月 耽误了我无数修行的时间 我为的是什么 我为的不还是你们这些众生 你们这些弟子 我以我的生命在度化你们 而你们却是怎么对我的 这就是你们连续一个月 在山上寻找出来的结果吗 梁云生盯着他跟前的数名保镖 他喝道 告诉我 我是谁 县长 是我们的错 我们没有找到县长所需要的东西 所以我们有罪 普通 一名保镖突然跪倒在地上 他的脸上露出了忏悔的神色 随着他跪倒在地上 他身后的几个人 也接而连散地跪倒在地上 他们痛哭流涕 因为他们的无能 所以导致仙长浪费了宝贵的时间 他们没用 他们甚至想奉献出自己的生命 来平息仙长心中的怒火 一群人跪倒在地上是三败九寇 那种痛哭流涕忏悔的场景 让人有种邪教的及时感 这些家伙们是真的都被洗脑了 他们真的把眼前这个家伙 当成了神仙 他们以为跟着他可以涌响太平 踏入仙岛 永生不死 全部给我滚出去 梁云生大吼了一声 这些人一个个爬起来 然后痛哭着 退了下去 他们悔恨自己太没有用了 导致仙长发了这么大的脾气 仙长 接下来怎么办 是不是那些东西 跟你意识的东西误差呢 那名始终 跟在梁云生身边的保镖 走上前岛 这是梁云生真正的心腹 残狼 势力很强啊 没理由 这没理由啊 我以前从来没有来到过这里 但是我对这里 这一切却了如指掌 在我的意识里 长生的秘诀就是那个方位 可是查了那么久 竟然没有一点消息 这是怎么回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梁云生来来回回的在室内 躲着步子 他显得很焦躁 万一 刚好那个地方出现偏差呢 残狼道 对 万一 凡事都会有万一 这个地方万一出现偏差的话 怎么办呢 梁云生瞬间想明白了 他猛的回过头来 可如果不在那里 那是在哪里呢 我相信 冥冥之中 是由神提醒我的 不然的话 那篇长生绝是怎么回事 孔雀屏又是怎么回事 可既然提醒我 为什么不让我找到长生圣地 梁云生一时间 又陷入了迷惑中 仙长 他们的足利 我们还没有进去看过 残狼提醒道 足利 梁云生猛地站住了脚步 他豁然地转过身 死死地盯着残狼道 没错 他们的足利 我们还没有进去过 准备一下 三天以后 再没有结果的话 就进他们的足利看看 长生之殿 我意识中突然出现的长生绝 一定要在长生之殿中才能有效果 对 十有八九长生之殿 就是他们族的圣地 梁云生贺道 马上准备 可是据说他们的足利 只有巫族传承之后的巫女血脉 才能进得去 残狼道 我不相信了 他们这个地方真的就这么诡异 梁云生效了 我意识中突然多的东西 就有关于如何破解他们足利的方法 照着这个方法 一定进得去的 那好 那我现在就去准备长生绝所需要的东西 残狼一洗他的双眼中 泛着狼一样的光芒 记住 一定不要打草青蛇 梁云生冷笑了一声 好的 我明白了 残狼点点头 他转身就离开了 从惠惠家里吃完饭 天色已经晚下来了 西边的太阳露出了晚霞 在这个地方似乎距离太阳很近 只见万道霞光从山体的后面传过来 把这里的一切映得通火 村子正中心的湖水如同一面镜子一样 这个季节本来不应该有烧云的 但是现在却有了烧云 站在湖边 让人甚至有些分不清楚 哪里是水 哪里是天 村子附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叶浩轩难难地说 不知道 按理来说 这个地方是远古大巫最后生存的地方 这里有他们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气息 不应该会有这种情况发生的 半年前 村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难道这里的格局被破坏了吗 格局 叶浩轩站在湖边 向着四面八方看了看 他点点头道 这里的格局 我暂时还不是很了解 只有看过之后我才有发言权 不过 我们倒是可以四处看看 好的 现在天色还不算晚 原心点点头道 我陪你一起去看看吧 不 我自己去看看就行 你在这里休息一下吧 我想一定会找到原因的 叶浩轩摇摇头 好 原心点点头 早点回来 孔雀平的地理位置 可以用得天独厚来形容 这个地方的格局是难得一见的风水宝地 村子所在的地方比其他的地方 微微的高出了一点 而且 村边一条从山上留下来的小溪 呈半月形 让人一看就感觉到心旷神移 这是难得的养生之地 村子里的村民平均的寿命是85岁 这足以证明了什么 北面同样有一座山 叶浩轩信不向那山峰上走去 他的速度提到了极致 他之所以 而不让原心跟着 那就是因为天色有些晚了 带着它 可能会影响到速度 天黑前可能回不到 过不多久 叶浩轩便攀爬到了北面的那座山上 说是山 其实这个地方完全就是一座小山峰 山峰并不高 但是站在这里 能把这四面八方的格局尽收眼底 只见目光中的孔雀屏显得五光十色 尤其是西边的霞光落下 更是显得很是神秘 叶浩轩突然明白 为什么叫做孔雀屏了 因为这个地方 太阳落下去的时候 映出的光辉 就像是孔雀开平一样 他在山顶信步的向前走了几步 想看看这里的格局 有什么变化没有 叶浩轩不是专业的风水术士 他对玄学相学方面 也仅仅是停留在略知一二的地步上 所以呢 他没有那些专业人士 五花八门的家伙 但如果说现在是天机那些人在这里 估计分分钟就能计算出来这个方位的弊端 虽然对于相学风水方面不是很精通 但是叶浩轩现在是天经修为 等于说是这个世界 激进巅峰一般的存在 他靠着自身的感应 多多少少也能悟出来些什么东西来 走了几步 叶浩轩皱了皱眉头 他看到了一处全眼 全眼不算大 只有微微的清流从山体上流出 看得出来啊 这清流附近的水草 在之前都是很茂盛的 但是现在清流下面的水草 一株株的发黑发黄 倒在了水中 散发出一阵阵的恶臭 距离全眼远处的水草情况比较好一些 按理来说 这附近的土壤湿润 质量一定是很肥沃 草应该长得很好才对 可是这附近的水草 还是显得有些伪黄 叶浩轩走上前 拔下了一两株的水草 只见这水草的根部 依然是有些发黑 这是黄泉之会 叶浩轩喃喃的说 来自九游的煞气 到底是什么原因 才能让这里的水草 出现这种情况 他想了想 然后拿出了手机 拨通了玄机的电话 你现在在哪里 我正要找你 玄机的声音少有的严肃 详细之罪 孔雀屏 有什么问题吗 叶浩轩问道 我刚才感觉到心里有些不舒服 所以就推算了一挂 然而 这一挂却出现了问题 玄机说道 什么问题 叶浩轩感觉到心中一寒 西南方向 也就是你现在所在的方位 主神物出事 玄机道 神物出事 这是一件好事啊 叶浩轩愣了愣道 为什么会说不妙呢 你不知道的是 每件神物 周边都会守护有魔物 玄机解释道 神物出事 魔物同样会出事 所以这是福是祸 是谁也无法预料得到的 是谁也无法预料得到的